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近日 哔哩哔哩市值一度涨超爱奇艺 让不少人感到十分惊讶 比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比较偏小众的网站 近年来随着各种破圈动作才逐渐为大众所熟知 但是 爱奇艺在多年以前知名度就已经很高 由此 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 爱奇艺相对比站而言是一个很老牌的平台 但其实比站比爱奇艺成立的时间更早 爱奇艺是百度在2010年投资成立的 被靠大树好乘凉 百度的流量实力给爱奇艺的成长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 在百度搜索各种影视电视剧的时候 爱奇艺的排名总是最靠前的 这种优势让爱奇艺尽管在同一领域已有诸多先行者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一军突起 比站的背景则没有这么闪亮 最初只是Uk本的后花园 是二次元爱好者的根据地 比较小众 圈子有限 那么比站到底是凭借什么站到了这么高的位置 如此高市值是名副其实还是普有其表 比站VF爱奇艺历经11年的发展 小破绽着实让人花目相看 在各种与时俱进的破圈行为后 已经俨然成为了一只近期主流文化的巨兽 在在线视频行业也成为了除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等又一家为人津津乐道的企业 五四青年节期间 比站恰逢其时的推出视频后浪 颇受大众关注 次日公司股价一度涨近8% 这也让公司在继去年跨年晚会后 又一次站上了舆论巅峰 比站最近公布了一季报 用户数据不错 但是业绩依旧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平均月活用户一七二亿 同比增长70% 移动业务平均月活一五六亿 同比增长77% 日均活跃用户为五千一百万 同比上涨69% 付费用户更是同比增长134% 达一三亿 毛利率达23% 这些数据的大幅增长与疫情对在线视频行业的催化也有很大关键 不过公司的净亏损却创下了新高 同比扩大 百分之175% 为五三九亿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77次二百分号 亏损307亿 比站对此表示 主要是销售和营销费用 收入成本以及研发费用的大幅增长 公司的运营情况却保持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的运营现金流达二亿元 资本市场对比站的信心也未受到其业绩亏损的影响 财报发出后 公司股价上扬近百分之五 报收3528美元每股 华尔街投行杰富瑞集团 也将比站的目标股价上调至3770美元 面对着持续亏损态势 爱奇艺又开始在深挖用户价值上 想出了新的招数 最近公司推出了全新的会员服务星钻 VIP会员连续包月40元 连续包年398元 而此前的黄金VIP会员连续包月不过15元 连续包年也是178元的低价位 这一巨幅涨价行为引起大众热议 这种视频网站值不值得自己掏这么多钱 爱奇艺的会员种类不可谓不丰富 但是对存量市场的一再下手 招致了很多老会员的不满 比如去年的付费超前点拨事件 风光背后的隐患 笔战到底值不值 虽然笔战目前十分风光 但是其存在的隐患不可忽视 由于自制内容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趋势 爱奇艺的成本投入 目前也从购买版权转移到了演员片酬 2019年爱奇艺的自制戏剧有100部 头部综艺也达到了60部 今年则更是凭借青春 有你二中淡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火变了街头巷尾 不过从最终的数据结果来看 这些巨额投入还并未有相匹配的收获 有种赔本赚吆喝的感觉 总体看来 笔战与爱奇艺二者的基因就不同 后期的发展轨迹也不甚相同 笔战作为年轻人的聚集地 更容易讲出诱人的故事 所以也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但是爱奇艺作为长视频行业的领头羊之一 也并不会因为笔战的崛起而消逝 其用户体量依旧十分庞大 虽然目前仍然面临变现的难题 可以说笔战与爱奇艺是各有千秋 是直上的你追我敢 最终也会促进在线视频行业的进一步繁荣